消息來源是檢方的嗎 衣衫灰色套裝面無表情 跟著律師快步走出 北京嘉莉新聞記者馬玉文 日前揭露科文者USB裡面 藏著收回一千五百萬元的證據 引發宣然大波 當時他自稱消息 來自經營七年的檢調線 沒想到16號上午以證人身份 首度遭到檢方約談時 卻突然翻供 圈盤推翻自己先前的公開說辭 該扣否認消息來源跟檢聯有關 謝謝 檢方近日積極偵辦 金華城容積率弊案 相關消息也跟著盛銷呈上 為了查出是否違反偵查 不公開 北檢主動分案調查 方便傳喚三家媒體五名記者 最後發現其實來源 都並非檢察官或是廉政官 且報導消息與事實 諸多不符 科文者要認罪嗎 檢方上週每日一提載押被告 更約談多名前任市府官員 目前調查方向 幾乎全都直指科文者 就是決策的關鍵角色 因此外傳檢方可能會進行測謊 上次檢方採取測謊措施 是在2012年 前新政院秘書長林毅氏貪污案 但這回金華城案 是否需要測謊率是研判 機率不高 測謊在司法實務上 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採用的 補強的證據方法 但因為還是有很多變數和不確定性 所以法院大多認為 他不能夠當作認定犯罪成立的唯一證據 柯文哲被收押後太太陳佩琦 被發現說法已變賽片 甚至公開曬出1628萬元金流 但卻被發現與檢連掌握的有出路 因此也不排除惡度傳喚突破新房 進行王永百張姐的採訪報導